现在年轻人其实的需求 都是希望能够至少安居乐业 内政的部分要先 巧好才好 我们就来看到 因为现在的房价这么高 你说年轻人要买房 真的是太困难了 内政部长林又昌 他昨天就视察了 国家驻都中心 推出了住宅的三支建 哪三支呢 包含要让民众住得起 租得起买得起 包含要扩大租金的补贴 的对象 还有中产以下的 自用住宅的贷款户 有支持的方案 另外还要支持青年购物基金 但是呢 有人就认为说 我们以为是要补贴 青年购物基金 补贴什么什么方案 结果这个林又昌说 不是哦 不是补贴是支持 我就不知道这两个用词 到底是哪里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有人就认为说 大使 这是为了短期的选举政策呢 还是截贫继付 为什么呢 有人就说 那你为什么 之前选前一年 你为什么现在才讲 你现在执政那么多年了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说呢 那之前都不讲呢 那当然有人说 你根本就是在骗选票 不然呢 还有人就说 只有今年是这样 投完之后呢 时空背景又不同了 所以很多网友也看得出来啊 对 这个骗人的啦 这个 这个反正现在林又昌他也做到 最多做到明年520嘛 对他现在尽量开空头支票 反正520以后 尽量开嘛 尽量开 反正如果是没做到也就算啦 他也 520以后他搞不好去日本去啦 他搞不好去哪里去啦 他搞不好台湾都找不到他啦 他现在尽量开嘛 对不对 这个不是补贴 是支持 支持意思说青年购物基金是民间的基金吗 他在那边敲锣打鼓说我帮你支持一下 那基金从哪里来嘛 对 那你要你内政部你掌握最大是你的预算啊 政府施政除了木材以外 他手上工具就是预算啊 对 你要给钱啊 那你这个支持到底是什么回事 是出钱呢还是出嘴 对 我看基本上他是寄不出钱 绝对不出钱 大概就是出一张嘴 所以就是空投支票四个字 而且林又昌 你在基隆市 你有做出什么成绩吗 对 基隆市年轻人的 在基隆在地的就业率有提高吗 整体基隆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有增加吗 请问一下 现在基隆的这个港口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这个 船务公司的理事会啊 都在讲林又昌把基隆港给毁了 毁港 毁港 对 因为他要把他这个靠这个 靠这个靠基隆东侧的这边 这些码头啊这些货柜码头啊 他要迁移到西边去 他要把基隆的这个一个天然两港改成一个公园 他要公园化 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因为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执政的经验 他不晓得一个城市最重要是他的经济活动 他想把他的大学学的是都市景观设计 你每天设计景观拜托啊 那个城市的人要吃饭啊 不是你把他都改成公园 结果大家都来公园干嘛 晒太阳找不到工作 对 所以这个人基本上是 我觉得是在基隆浪费了基隆八年 那现在呢 基隆没有一点政绩下来 因为没有人了 又所谓他是游席坤的以前的游戏的大将 现在蔡英文要安抚游戏就把他给他 给他一个内政部长 结果就在那闹笑话 在那边光喊口号 请问一下 今年的预算是你编的吗 你没有编预算啊 你谈什么大的政策呢 你要讲就讲得明白一点啊 我们在补贴 租金补贴的这个 这个基本上我今年拨认了多少预算 我还可以再增加多少预算 你都没有都没有讲清楚 你怎么会扩大补贴 对象呢 你钱都没有 政府是计划施政 是照预算来施政的 你今天中途接了 今年度的预算年度的 你来接这个工作 你的预算都是去年编的 你在讲什么 你到了明年520你就下台了 而且说实话 你搞520也做不到 几个弊案他就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啊 基本上你就是一个看守性质 就不要在那边画大饼 越画好网友越听越不舒服 而且今天台湾的房价高涨 是有很多问题的 这是政策性的问题 你不去碰那个政策性的问题的话 你基本上没有办法解决台湾 非常荒谬的高房价政策 那另外这个大家都讲说 你要这个所谓的平价住宅 请问一下民进党有设定一个目标吗 你要盖多少平价住宅吗 给年轻人你要多少的租金 柯文哲设了一个大目标 八年什么都没实现 实现了一部分百分之几 他也不敢人跑了 对都会画大饼 所以呢 现在这个只有 最多只有一年多一点 寿命一个内政部长 讲这么大的计划 他自己不觉得心虚吗 手上没有工具 就不要画这种天大的大饼 然后呢 以为大家都是傻瓜 然后去碰这个住宅政策 这个住宅政策 也不是你租金补贴 你也不是资助贷款问题 可以解决的 你很多相关配套的很多东西 基本上建筑法规 这也是规你管的啊 很多建筑法规 然后呢 甚至你这个资金的流放的问题 你资金怎么样流 是不是要珍惜减惜或任何事情 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住宅问题 所以他在讲这边就说 明明是补贴 又说我是支持 我觉得这种啊 自己头脑 头脑都不是很清楚 也没有过去八年 浪费了基隆八年的 这样子的一个庸才 然后现在来管全国的 全台湾的这个住宅政策 你相信他 他昨天讲这些空话 假话 这些什么 这些啊 不要不好意思讲太冷静 讲这些话以外 他还能做什么 对 所以呢网友也看得很清楚嘛 说你三建 现在随便讲讲 你三建不够 以后三支可以再来三支建啊 你要讲几支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有人说 他根本就是在支持炒房 内政部长林佑昌呢 在今天推出了住房的三建 这三建的房市 包含了扩大租金的补贴的对象 还有中产以下自用住宅贷款户的支持方案 以及的支持青年购物基金的三个部分 我问一下大秦委员哈 因为其中的这个房贷补贴的部分 有人就说了这是在截贫寄付吗 你把钱是拿给了有可足 虽然你对于这些租房子的人有一些补贴 但是呢从以前的历史的一个经验来看 其实呢这些租房子的人要去拿到这个补贴 其实困难点还蛮高的 因为很多房东根本不接受嘛 所以你就是这个部分真的很难处理 但是呢林佑昌又说这不是补贴啦 就是一种支持 所以有网友就说 所以你是意思就是说 你当初我没有买房你就是怪我了 所以你现在没有支持我吗 因为你把钱是给了这些有可足嘛 原来呢是在支持炒房吗 那这三件以前之前为什么都没有提出 现在是选钱的最后一年了 而且大家都认为 你根本就是算是一个 看守的内阁的情况之下 你提出这样子真的有用吧 现在的高房价问题 就如同刚才大使说的 它其实是有各式各样复杂的因素 这个堆叠在一起的 绝对不是说政府今天用 什么样的一个补贴政策就可以解决的 就是你大家如果看到 现在的高房价问题 其实最主要的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原物料价格大幅的上涨 然后工人的这个价格也大幅的 这个薪资也大幅的增加 所以现阶段的这个房屋 它在建造过程的成本就已经够高了 那么在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你要把房价压下来 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克服的困难 就是如何把这个建造的成本能够压低一点 然后同时要求建商把利润再压低一点 那么才有可能看到说房价 现在的所谓的这个新盖的这些 建案的房价能够有下跌的可能 但是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在于 过去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是维持一个 长期的低利率的政策 所以大家在银行取得资金很容易 很多炒楼炒房的人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用很低的利率从银行得到资金 然后开始进行炒楼跟炒房嘛 那么因此要处理这样的一个方式 政府就必须要随着美国在升息的同时 也应该要同步的在台湾进行升息 让所有炒楼炒房的人 他们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他们才会把手中现在已经买在买下来 准备要炒的这些这个楼房的建案 把它释出来 但是第三个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还是 你要让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买得起房子 这前提是你要让他们的收入 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的一个支出 这才是关键问题 就是你现在所有的补贴都是杯水车薪 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的 你是没有办法长期的持续下去的 所以政府现在应该要认真思考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年轻朋友 如果他要买现在市售的这些房屋 那他要怎么样有足够的薪资所得收入 来负担这样的支出 所以台湾的薪资水准长期以来一直被过度的低估 就是我们的年轻世代的这个薪资水平一直都并不高 这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政府有没有这样的决心跟魄力 把我们的这个年轻世代薪资水平拉起来 那当然要拉起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它包含你政府的相关的政策 你政府对这些企业的同步的鼓励措施 你政府能不能有效的振兴国内的经济 让国内的经济更好 这些东西都是必须同时在做的 那么当然年轻的朋友的薪资水准就可以升高 那当然最后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这些东西都不行 就是建造的成本很高 然后这个炒楼的人的口袋很深 他也不跟银行借钱 他都拿自己的楼钱去炒 你也没有办法把它彻底的打下来 那么再加上薪资水准的调涨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 那么我认为政府就要有效的去考察一下 像新加坡的这些相关社会住宅的做法了 那我们现阶段政府有没有这样的筹码 我们当然有 我们还有很多的公有地 虽然不是在精华地段 但是政府只要把交通的问题解决 哪怕是在大台北新北市的外围的土地 只要能够解决交通问题 你做的社会住宅都一定能够得到 年轻朋友的支持跟肯定的 所以你要不要仿照新加坡的做法 用社会住宅的模式来先解决 你在整个经济结构过程当中 你要调整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用社会住宅来换取时间 同时进行改革 这才是解决现在台湾高房价的问题的关键 可是如果只是用这种方式 这是一种喊口号的补贴 喊得很爽 可是效果会非常的有限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网友讲的 你就给我一点点补贴 你就叫我去买房了 我现在是整个房价是 我完全无法负担的状态 你真的认为政府给他一点点补贴 给他那个几万甚至给他那几十万好不好 算够多了 他就可以去买房了吗 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 也不切实际 所以在台湾要买个房 真的对你亲人来讲 实在太难了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梦梦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PI444 谢谢 谢谢 谢谢